Hello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現在我身處在日本 今天很幸運 因為早上下班 就可以有一點時間到處走一下 放鬆一下 發言斯Danny 公理人阿May 現在就出發去地道參作 我們發現了一個很先進的功能 之前沒見過的 就是這裡 原來現在日本是可以有些翻譯機和司機說話 我現在試一次給大家看 請問要多少時間才到達 他處理是有些時間的 應該處理完就到了 OK 但我們怎樣可以讓他知道我們說了這件事 怎樣發聲的 按一下 還是按距 弄壞了 沒有反應的 那我說你 為什麼呢 只有自己知道 最上一次搭日本的的士 我想可能是三年前 Jeremy和雷俊安去日本的時候 可能這三年是不是已經變了很多了 是的 差點 我們到達這個表參道了 是完全失敗的地方 我們剛才說的地址 跟司機現在倒閉我們的地址是不對的 所以我們應該要走多兩條街 但不要緊 因為現在是三次時間 是賺了一個優惠 那是一波 那為什麼我們要來這裡呢 因為周圍都有東西要走 又好像是市中心 每次來日本 通常沒什麼要做就好 大家去三度 不用想 不用擔心 新鮮的空氣 不用戴口罩了 跟上一次來日本是完全不同的 上一次來日本 都還是要戴口罩 Moon Free A Few Minutes Later 剛剛做了一件很guilty pleasure的 我買了一個袋 那我這次去日本 我有一個mission 幫我爸爸買一個backpack 幫我媽媽買一個袋 是和我手抽袋 驚訝給我姐姐 我買一個飾物給她 但是我還沒想到是怎麼買的 其實這次根本不是一個旅程 這次是電影拍攝之旅的 其中一個目標 就是訪家人私心的小禮盟感 現在就繼續周圍逛逛 我自己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目標 要買的東西 好轉眼間已經天黑了 剛剛就買了少少衣服 少少帽子 但其實都是少少的 那現在就決定幫我媽媽去看東西了 Aproximately 10 hours later 好 那我們剛剛就下了的士了 現在就回到酒店附近的地方 走一些比較精品店 medically上的東西 因為現在已經入閣了 已經冷靜了一點 看到什麼就走去走 其實現在開始肚餓了 但是我們要等著 還在工作的花姐和女雀安 因為他們還沒下班 所以我預計他們就開始了 等著他們下班一起吃東西 但我已經肚餓了 花姐和女雀安離開了 這個途中實在太肚餓了 來了這間串銷店 雞臣?牛雜的朋友 那就什麼都試試吧 Won 不懂溝通而已 Won Won OK 然後一會兒說 KamasaMida Arigatou Gojai Masu Arigatou Gojai Masu 是啊 它會整一整熱 我剛剛還很擔心不會整熱 然後就不吃 這是Display來的 是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 它應該是翻翻熱 這個Vlog是逆顯得我的一個 我生活下一次 超級離地 其實我不是的 當真 Tada 這個翻熱是 都是冷的 我看它丟進去那塊東西 淋一淋的汁 但樣子是不差的 說真的 賣相也有80分 冷的 凍還是熱 是不是這樣 真的是不是一件事是凍串燒的 還是它預料我們回去叮的 蛤 是不是真的不是給我馬上吃的 如果讓它看到我即場吃 那我不是即場吃 它會不會心想我在這裡做什麼 看不到有人即場吃 是啊 兩批客人是拿走回家 不好意思 火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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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真的是打發火鍋 我們拍一下它出煙 好 其實是真的 不一樣的 其實是正常可以吃的 謝謝 試吃 Take Two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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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真的好吃 你們吃一下 熱吃三口 好吃 298 فrozen patties 終於join了 可不可以興奮一點 我們終於找到了 吃東西的方法 跳野方法就是 K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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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這個思考的餘地 因為他們最後一局 我們只剩下3分鐘 這條影片就用這個很開心的回憶來結束它 在便利店裡面找到一個自製奶色的東西 那我現在就教大家怎樣玩了 首先呢 撕掉它 有個barcode 你真的學了嗎 不要踢爆我了 那邊放下去 那些奶色在哪 那邊就關上它 應該是在自己加奶色的 然後呢 就會變成一個 新鮮水果混合奶色的一杯椰子 是不是真的好喝呢 真實反應 好新鮮 有油嗎 還有沒有 對 有油嗎 真的嗎 你有油嗎